你们要陪我去看一眼二十六场吗 你陪你去看一眼 好呀 这是 不让我们进去啦 我终于感受到 张主任说的 神外是自己的家 我现在有一种 对 家文化 被逐出家门 确实 这三个鬼崽子终于走了 是啊 不玩了 姐姐 你知道那个门的密码不 143 我是找过密码的男人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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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 行 好 拜拜 明儿咋过呀 明儿咋过呀 你是五年制吗 嗯 你是临床医学吗 对 你以后要当医生吗 这是易老师吧 你到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有多难呢 我说他喜欢走这路就好了 直路也是路 弯路也是路 你哪怕是后路它也是路 但你站在原地犹豫不决 那永远就是没有路 你的需要什么 你眼睛吃太多了吗 没有 我觉得吃饭很香 你吃饭很香 好 我这是个眼神 吃瓜群众 你男的真的没有 反正我比你老很多吗 我还看不太出来 那是我们俩太老了 我比你大了应该有十岁了 这样子 怎么做到 都说得这么巧 头发还这么多 头发还这么多 刚指的那你不知道吗 刚指的那你不知道吗 从左边 从左边 先打腰 那学长你是直播吗 就是五连加一起 我是慢慢读的 就是我其实很想 就是有一个出国留学的经历 那你觉得 就是我应该本科阶段过后 就尽量出国 还是比较好 还是说 研究生过后 出国读过博 还是说工作了过后 开始请教 那问问这个大佬 哦 刘畅 你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本科大四 你是五年制吗 哦 你是临床医学吗 对 你以后要当医生吗 这是易老师吧 灵魂三位 哇塞 简直是 我比较笃定的是想选临床 但是我考虑到如果出国读 就回来不是一般都 科研比较多吗 你就算读完博 如果国外的博士读五年 你回来还是要归陪三年了 对对对 你不如在国内 先把三年的专硕给读完 然后顺便把归陪给归了 然后你出国去读博士 虽然有三到五年的时间 但是你回来之后 就不用归陪了 而且想想干嘛都可以 哦 因为这样会多三年时间 可以读传也太久了 建议你怎么快怎么选 好 主要想你自己想干嘛 想做什么 你如果真的胆心是科研 我觉得花点时间 上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事情 哦 给出了很多不同方向的意见 不是你 我觉得他读科研也是尽快读完 你着急吗 你就不着急 你闭嘴吧 你 哈哈哈 三十岁你就知道这边年龄卡得好死 你才是多少岁啊 哦 冯称是我们这最年轻的 冯称我导师吧 我导师是国内 呃 北大读的医学临床医学学士 然后就出国了 我他去比利史读了八年的博士 然后斯坦布读了四年的博士后 然后回来空降我们医院的 我觉得你科研够好 临床出身有植医 没有一个医院会拒绝你 我觉得应该可以 你还要想一下你能不能像他之为这么优秀的程度 那你不能把自己卡得太死了 你说我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啊 我选个最稳妥的 你现在还小 你应该想着自己未来能成为最厉害的人 你花是这么说 但是你还是要跟他说 就是最快尽快读完 你不要想什么八年读完的东西 不要这样子会毁了一个人的 感觉他们俩说的都有道理 对 省时间还是很有用的 就是科研 时间 包括政策都要自己去了解 其实总结起来就是 所以他现在还是一船脏 哎 小小的年纪就那么多烦恼 里面都是让他慢慢读 不着急 读学术的什么什么的 本来就不着急 有些你知道这不来啊 慢慢读也慢不了多久的 那中间万一像我这样在出点什么腰子 你想过没有 我其实就是选了一条最慢的路 而且我说了我周围很多人 到了我这个年龄 晚一年入不了值 本来前一年的标准够的 第二年入不了 然后这一辈子就别想入了 然后三十五岁之后就入值是完全到大坎 你如果超过三十五岁直接给你pass掉 不会看 你再游戏都不会看 竞争现在越来越激烈了 所以千万别建议别人说什么 慢慢多不着急 人的一生只有这么多年 你真的那些那些东西什么 逆袭50岁逆袭也有 那是少数人 其实我现在想到我三十岁的时候还在读 我已经会有点恐惧了 对你自己 你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有多难呢 都觉得他喜欢走这路就好了嘛 你太年轻了 只能用你这个词 我说我们还是温室里的花朵 确实 我听着谁说的都好有道理 对 我也是 所以大家觉得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观点上 会有这么截然不同鲜明的两派的观点 主要还是学医的工作 这个周期太长了 就是咱们有一句顺口溜啊 嗯 五年本科 嗯 不能少 哦 三年归陪 哎 社区跑 哎呦 在家三年 专硕 怎么了 等会等会 哈哈哈 卡住了 被你问吧 给人老师都问 卡住了 哈哈哈 重来 卡掉 好了 上去走 在家三年 怎么了 学专硕 二级医院 入门聊 十一年了已经 哦 哦 如果预期去三甲 专心学医 十四载 哦 三甲才能把你招 天呐 十四年 所以像 像布言 他非常坚决地告诉你们不要乱说 你们把它搞乱了 嗯 他就是要节省时间 在职场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年龄是经验的代表 但同时 他就是在同等气泡线的时候 感觉落后一点的 哎 我觉得 我觉得傅老师是该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哈哈哈 我跟李不言是统一年的都是久一点的 嗯 那所以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这么说 因为你年纪越大之后你去 试错成本 会可能会越大一点 是的 年纪小的话我觉得机会成本是随意玩 对 不怕 但是我特别能够理解刘畅和冯云 真的 他们都觉得说不用特别着急 因为他们之前都是相对比较顺利嘛 嗯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这件事还是要按照最适合自己的 就不用着急慢慢来 嗯 我觉得还是这个要排出这个优先的序列吧 就你到底想要什么 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女孩 是出国呀 还是继续深造啊 在学业上的话 她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作为一个过来人啊 我其实觉得你是直接读书还是工作 其实就是仰望星空跟脚踏实地的关系 嗯 我倒是觉得熟先熟后区别不是特别大 因为真正你等你上班之后啊 医疗教学科研 它是混合到一起的 反而对于毛铃学妹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啊 是选对了她的专业方向 选哪个科 还是要自己选自己的路 直路也是路 弯路也是路 你哪怕是后路它也是路 但你站在原地犹豫不决 那永远就是没有路 路是人走出来的